刚刚就同学就蛮不错 很进入状况的 他就思考说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说 如何把这个一个两个三个 把它变成一个就好了 不然的话感觉好像 重复的程式太多了 感觉就是不怎么精简 虽然说他有时候符合 就是你平常人思考的流程 但问题就是说 那个流程里面可能还是会有重 因为人的思考跟电脑思考的 那个方向不一样 主要就是说 因为电脑都是回圈跟逻辑判断 然后人的思考可能就是 比较不是线性的 有点像跳通的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种跳通的想法 变成符合逻辑性的 这个可以跑出来 那当然就是需要思考那个步骤 所以比如说像这个 如果说我要让它正常的话 应该是什么 我如果不放这里 我应该放哪里 放这个回圈里面算 那比如说把这个回 因为当它已经轮等了 然后再跑回圈次数的时候 那我可以先让它跑一个乱数 到这边的时候再让它输入 那所以它会输入一次 然后去检查 两次 三次 有没有 所以其实刚好这个三就好了 就不用再去多一次 不然的话 刚刚好像放上面会变成说 你回圈就不好控制 好像还要再加一 再减一 因为上面已经有一个了 而且下面又重复了 所以但位置不能放错 你不能放上面 也不能放下面 一定要放好 放在哪里 放在回圈的下一行 OK 这个位置很重要 OK 所以像房地产一样 位置对了 就是对了 所以一定要在捷运站出口 就对了 对不对 如果你那个捷运站出口 越远的 你的那个行情 好像越来越差 现在好像真的是捷运影响太大了 有没有 像西门町那边也是一样 你哪怕是月里面的房子 那很大的那个商场 还是很没有人 无人问津 租金最贵的 一定是离捷运站出口 好像印象中是几号出口 好像是二号出口 刚好西门町红楼那个 有没有 离那边越近 越贵 那边租金非常非常贵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不过重点不是这个房地产 我们是 城市也一样 你位置要对 对的话 城市就不会错了 放错位置就不一 另外的话 这个就不用了 所以这拿掉 这个也拿掉 这样应该就OK 那这样子城市呢 就越符合那个我们电脑的这种运行流程 最后的话你就test一下 比如test一样 把这个run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城市 先输入10好了 然后再输入15 错了 然后最后对的话 14 恭喜答对 最后一次的话就是 就是10 再12 随便 然后最后一次 故意也猜错 是3 那要输出什么 答错了 只能猜3次 这个 enter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错 OK 不错 今天 所以我蛮希望 如果同学 因为有些东西不能一直靠我 因为这边的城市 所有都要我来想 当然如果大家也能够及时广义 可以把城市变得更好 更精彩 那其实我觉得延伸性真的还蛮大的 OK 所以请各位 也许可以试试看 应该放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改好的那个最终版 我有把它放一份到那个云端上面 也可以参考一下 OK 其实证照考试题 甚至没有这个困难 比这个简单 反而我们上课讲的东西 还稍微再困难一点点